大家好,我是多多 多宝宝今天又和爸爸一起来宠物医院了 这是多宝宝来看命的第三天 如果不出意外 今天打完真多宝宝明天就不用来了 刚要进去,里面趴了一个大金毛 他居然没有拴 爸爸说不拴烈烈的狗狗都不能是好朋友 还说出门的时候必须得牵引 不管在哪都一样 所以我们要等着他 他拴起来我就进去了 进来以后 多宝宝就有点害怕了 是不是又要打真了 爸爸能保护多宝宝吗 多宝宝不想打真耶 好像那个医生去给多宝宝配药了 爸爸你跟他说一说呗 多宝宝今天又可活泼了 你看多宝宝现在是不是表现可好了 多宝宝就不用打真了吧 医生来回走来回走的 多宝宝都几张了呢 旁边路过的医生还说 多多今天状态可真好 看着也不像生病的样子呀 谁知道检查结果到底是怎么回事 多宝宝怎么就生病了呢 说是配药要很长时间 所以多宝宝就得在这等上一会呢 等着的时候多宝宝就有点着急 屋子里到处都有好吃的 多宝宝这会就不能吃点吗 爸爸他在做的咋不领多宝宝看看呢 多宝宝今天的精神状态就好很多 多宝宝想看看有没有肉肉 咱们买点回家吃呗 妈妈还说多宝宝不要动张希望的 家里有可多好吃的了 一会儿医生就来给多宝宝打针了呢 今天还是这个可搭可搭的针 然后一大针管打进去就可疼可疼了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打针的时候太多了 多宝宝感觉都要迷糊了 然后一个医生专门负责跟多宝宝评聊呢 还问了爸爸妈妈多宝宝的情况 多宝宝没有在吐也没有拉肚子 一切都正常呢 这样看起来多宝宝一点也不像一个生病的孩子 可是多宝宝还是要来打针呢 如果多宝宝状态好的话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打针了 多宝宝想想就有点开心 可是他们说着说着还说有很多没打完 多宝宝就有点不开心了呢 一会说打着完了一会说没打完的 每天要打这么多针 多宝宝都快成筛子了呢 今天的多宝宝表现特别好 配合的也可好了 不用爸爸抱自己就打得好好的 打完针爸爸开车车 要与多宝宝送家去了呢 送家多宝宝要睡大觉喽 已经拍摄